这是下城市的淋浴房啊 上次我们有拍了挡水条 然后有有业主反映说 现在很多是做那个下城市的 那下城市的淋浴房和有挡水条的 有什么区别 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是哪种 会那个利用率更高一点 没什么区别吧 我感觉只是两种淋浴房的不同的做法 嗯下城市的我们讲 就是说可能就是还是现代 简约一点 因为什么 他少了一条那个门槛条 对吧 那我们讲他可能就是更加现代简约 估计只能是从什么 就是说效果上面来区别 实用功能我认为是一样的 甚至可能还是有挡水条更好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水的外溢会比较少 因为他们看条比较高嘛 对吧 但是可能有些人他喜欢就是下城市的 那我们这边做的话都有啊 有下城市的也有不是下城市的 那么我们讲做下城市的话呢 我们有个东西我们比较难做 因为我们工艺里面有一条下面 就是这个直砖下面应该有一条混迷土的一条 挡水梁的 挡水梁的 那么如果有挡水条的话呢 我们是压在挡水条里面的 那么现在没有挡水条的 我们做不做呢 我们也做不 但是我们只能做得比较矮一点 比较矮一点 那么里面的混迷土挡水梁呢 主要是挡 就是林一房 那个黄沙水泥这里的水 不往外走 我们因为所有的水都在林一房里面 也就是说 只要这里的水不出去 外面是没有水的 但是往往呢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往下的防水做好了 但是它的黄沙水泥层里面的水啊 会往外跑 你在这个林雨 然后那边跌一点 然后这个水啊就往外跑 跑了以后 我们讲从侧边落 这种现象也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这下面是有一根 有一根挡水梁呢 我们也走挡水梁 那么做这个的话呢 我们会做得比较矮一点 如果有挡水梁的话呢 我们就做高一点 嗯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